全国食物中毒第一声 竟然是山东 把吃君子见小人的中毒打呼 云南干到了老二 原因令各省的朋友都笑不活了 其实都是节俭惹的货 山东朋友有没有很熟悉 牛奶过期了 揉进面里面当酵母发馒头 馒头找忙了 皮撕下来热热就好 水果生美 番茄长掰 土豆发芽 抠个洞 切切再吃 剩饭剩菜有味了 那是没溜透 为了体现年年有余的传统美德 年夜饭必须有余 但余是不能动的 要留到正月初三才能吃 甚至有说法要吃到大年食物 大江暖胃 大蒜杀菌 大葱下饭 刻在DNA里面的节俭 践行在老一辈的山东厨房里 冰箱是时间暂停器 数不清的塑料袋 没吃完的剩下一些过期的食物和调料包 肉发没了 那是盐 洗洗在吃 冷冻层里面塞满了自己做的僵石肉 于是中毒人数飙升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3年公布的数据 山东全省食物中毒患者人数为5250人 力压云南中毒患者4499人 派到了全国第一名 不少山东朋友发出真诚的疑问 其他地方真的不吃发芽的土豆吗 搜索提醒大家 发芽的土豆那是真不能吃 因为它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毒素 这是一种有毒的生物件 还存在发芽不成熟的土豆里 人体每公斤体重只要摄入2-5毫克的龙葵素 就可能引起中毒 轻症喉咙骚痒 腌部产生灼烧感 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 以及溶水性黄胆等并发症 那水果馒头把煤点挖掉吃剩下的部分行不行呢 很遗憾 都不行 河南有一对开水果店的夫妻 因为舍不得将腐烂的水果扔掉 就切去了坏的部分 继续食用 结果两人同时被查出了疾病 煤变的水果含有有毒的斩青霉素 具有致癌和致激性 除此之外 还含有一类致癌物 黄虚霉素 毒性相当于等量氢化钾的10倍 披霜的68倍 它还耐高温 一般高温喷煮的无法彻底清除 表面看只有一点霉般 实际上内部已经布满了菌丝 像发苦的花生瓜子 煤变的筷子蒸脉 都有可能含有黄虚霉素 大家一定要胜之有胜 冰箱也不是时间暂停系 有种冰箱的里斯特军 一定要警惕 有人曾经吃了一口冰箱里面的隔夜披萨 得了脑膜盐 脑是因为细菌繁殖 里面已经像个盘丝洞 到处都接满了蜘蛛网 有孕妇喝了冰箱里面开封的牛奶 导致流产的案例那是比比皆是 冰箱里面储藏着食物和速冻的食品 使用前必须完全加热处理 对于山东人食物中毒人数多 不少网友指出了另一种答案 不会是豆角子没炒熟吧 豆角子就是长豆角 通常称为钢豆或者是刺激豆 山东网友戏称 豆角子是山东人民的香愁 闷面干扁炖肉 大包子水饺等等 但没有煮熟的豆角 真不是吃素的 因为它里面含有血细胞凝极素 和造干两种植物毒素 如果旺火快炒 虽然油温很高 却容易受热不均匀 更容易引起中毒 最好用沸水超深豆角 五到十分钟后再进行烹调 这样可以完全破坏豆角里面的毒素 各位好朋友千万不要拿身体健康做赌注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